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台湾之间在军事上的差距 文章社问称 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因台海问题爆发冲突 文章猜测 如果美国选择干预 美国驻扎在该地区基地的飞机 可能会在几小时内开始执行飞行任务 文章评论称 当然 这种考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美国的可能反应 图为解放军装备的ZTD-0527突击车 文章认为 美国政府仍有强烈的动机去阻止大陆的统一行动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似乎不仅致力于维护美国 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领导地位 而且还对中国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态势 正如最近公布的安全和防御政策所反映的那样 文章称 这些政策都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对手而非伙伴 与奥巴马政府的言论正好相反 具体而言 美国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叫奥巴马政府而言是有所增加的 文章评论称 不过 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 只有少数美国人支持美军干预台湾的行动 然而 这一行动却在美国国会议员中更有市场 文章认为 如果在大陆发动武力统一行动时 美国选择不去干预台海冲突 那么这个决定将标志着美国战略的重大转变 2000年到2008年 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 台湾当局公然推动台独 这促使美国表态 如果台湾挑起攻击 美国不一定会进行干预 然而 美国的决策者并不认为 蔡英文当局有类似陈水扁当局的动向 辽宁舰舰尾飞行甲板上的歼15机群 央广军是公图 歼15在飞行甲板上代弹滑行 4舰15从辽宁舰上滑跃起飞 可见航母起飞指挥员 做出了经典的允许起飞 起飞查手势 5航母起飞指挥员 做出允许起飞手势 与舰15机头特写 6舰15从滑跃甲板上升空瞬间 可见醒目的16先号 图为航空兵作战指挥参谋 刘锦成 正在进行屠伤作业 央广军是公图 图为辽宁舰舰舰舰方向特写照 央广军是公图 图为辽宁舰地勤人员 在指挥歼15战机在甲板上滑行 央广军是公图 歼15战机即将着舰 图为歼15舰在机勾注尾勾的瞬间 央广军是公图 图为歼15舰在战斗机 在辽宁舰阻拦着舰 央广军是公图 歼15舰在机抵达停机位 央广军是公图 歼15舰在机着舰后归位 央广军是公图 图为直八救援直升机 在辽宁舰上降落 近处可见两架带有飞沙图案的歼15战机 央广军是公图 2017年7月5日08、40、001月14日 台湾海军在高雄左营军港外海 出动近20艘船 建核反潜直升机 开展春节巡航战备演习 演练反快艇作战 海上战术运动 海空反潜作战等科目 图为荷兰制造的海龙级潜水艇出水 2014年1月15日08、42-1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centereduits開展 2014年1月10日